万一有战乱 像我们这种人都是死守台湾的那种 这个死守的意思不是说到时候我还得拿枪 我连个棍都拿不动 我的意思说我跟我老婆就要死守故土 我们不会把房子卖了 抱着钱去移民去 不会就让自己都愿意老死在自己的故乡台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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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间有想到 前几天在采访的时候 我今天大胆的再回复一下 平常保持沉默 不敢回复 就说到万一有战乱 像我们这种人 都是死守台湾的那种 这个死守的意思 不是说到时候我还得拿枪 我连个棍都拿不动 我的意思说 我跟我老婆就要死守故土 我们不会把房子卖了 抱着钱去移民去 不会就让自己都愿意 老死在自己的故乡台湾 那么大年纪了 我觉得我自己委屈没有关系 但是该解释的还是要解释 说清楚 很多内地的朋友这么多年来 他们对我的那种支持跟接受 也都是互相的 因为我们自己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演戏 别人才会接受 我体会得到那种互相关怀 互相的分享 这些年来 二十五六年以来 一九九五年第一次到大陆拍戏 到今年二十六年来 我对广电局或者中宣部 是充满了感恩 人家接纳我 人家不嫌弃我 肯定我 才会让我演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缘 跟很重大的情感 这些东西不能一扫而光 我不是说我退休了吗 我去大陆也是看朋友 看亲戚给祖先上坟 我应该这个年纪 我不会再去工作 太累 拍戏耽误人家 就在台湾嘛 也许在台湾 因为近 自己开着车就去现场 拍完戏就回来了 就也许会接一点点 不可能说百分之百退休 但我知道 我渴望退休 事实上 我已经在过退休的生活 希望我自己 可以做一个良好的老人 对我的老年的生活 能够规划的不要天不从人意